我明白 因为南来世界杯的表现 各位网友对周琦的评价很差 我理解大家骂他 正如我理解大家骂我一样 作为一名国亚队运动员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承担的 打得不好 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失望 比你们多得多 但是过去了也过去了 也回不去了 只能向前看 今天大家对我所有的吐槽 我都歇言接受 你们可以说我打了拆 但是我代表不了中国南来 我希望中国南来以后越来越好 好 他们吐槽这些点其实 首先它是一个事实 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就是说 作为我来说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想去要反击 或者是回应 我只是想做好自己 在接下来的训练或者比赛当中 去去做好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最想跟球迷们道个歉 我知道那场比赛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我也知道 光道歉是没有用的 作为运动员 只有打出好成绩才是最重要的 今后我一定认真训练 认真比赛 为国争光 用实际行动向球迷们证明 只要我穿中国队队服一天 我的心中就没有一丝波兰 我去炸了 炸了 欢迎二位 第二组我们要介绍的是 永远队的颜和强 和被复活到火上交游队的杨丽 欢迎二位 最后出场的是 被复活到永远队的王敏 和火上交游队的王建国 欢迎二位 大人你小孩就在梦间里了 我们第一轮的对手 就是我的好朋友王建国 跟我的亲弟弟王敏 今天比完了你们两个 只有一个人能姓李了吧 有请两位来到舞台中央 来两位按照老飞则先互相放狠话 王建国 准备好第二次输给我了吗 这玩儿还用准备吗 好我们也进入败乐区 掌声送给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咱们这个是两场连着路 就是非常的疲惫 感谢大家 确实很好体力 我上一场就是看这个比赛 就非常的热烈 那个时候 纳乌克热吐槽乃万 就说这个乃万 这个名字来源于这个 罗德曼的球衣 纳乌还在那儿就费解的 说罗德曼退役的时候 乃万才四岁 他咋会喜欢 就是罗德曼咋会 这有啥费解的 人家编的呗 编故事费啥劲呢朋友们 知名球星克里斯韦伯 当年穿的就是四号球衣 他胸口的这个四啊 就是为了致敬乃万 在这个岁数就开始 就假装喜欢罗德曼 哇我是无语 我喜欢孔子的 那我要活三千岁吗 听不清太远了 听不清 那接下来呢 就会轮到这个 我的对手王敏上场 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 欣赏他的表演 但千千万万不要给他投票 就当你们交我有个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郭彩 请郭彩进入battle区 欢迎汪绵 汪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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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汪绵 王 不是王建国的王 是大王的王 王建国我先不说你 我没有那么恨你 我这辈子 最烦的就是高的人了 乃万 我本来也很喜欢你 因为你确实没有我高 是吧 什么 对你没什么情绪 但是后来我看很多粉丝 说他很酷 说你气啥一米八 你完了 青春有你 九人成团 十名 是吧 排名第十 仅差一位出道 我听说当天啊 经纪人都不敢提这茬 就怕他难受 怕刺激到他 没想到啊 他从棚里面出来之后 一排黑蛇司机对着他 哎 差一位啊 差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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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啊 最后还有这个 纳乌柯热啊 你也不高 本来不想说你 但是 谁让你说 你是自己这个中国阿姆 是吧 你把自己捧太高 这个新说唱的亚军 吴亦凡的小老弟 我觉得人啊 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作品 不要老是想着巴结别人 就不能因为一起录了一个节目 然后你就总在其他节目 就Cue人家名字 这些呢 都是我请我陆哥吃饭 我陆寒哥哥亲口告诉我的道理 好 谢谢大家 我王勉 根据两位刚才的表现 现场的朋友拿出手中的投票器 支持王勉的按蓝色按钮 支持王建国的红色按钮 倒计时 开始 三 二 一 看一下 在第一轮之后 王建国 王勉 两个人的吐槽热力值 我觉得简国能赢 我也觉得简国 两个人都是舞票 基础票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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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勉 太好了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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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没想到差这么多 这不是最后的票数 来 马上进入到Rose Battle Battle 三分钟的时间 后吐槽的偏Battle 来 王勉 开始 王建国 今天跟你Battle 就没啥可说的 送你一个礼物 我要想要的话 明年再赢一次就行 不知道为啥 有些人努力三年制都拿不着 好好 好好好 又是道具 是不是就没有道具 你就说不了 断 谁把这拿走都让太惨了 他怎么联动 我正跟你说吧 我本来也想送你个礼物 效果文化的股权书 为啥没带呢 上次没你 米人给你也没用啊 这个麦好烂 那我不靠道具 那我靠啥呀 我还靠CP呀 那我也不要个脸 那我也 不是你说我道具起码在我身边 你看你CP还理你吗 哎呀我不是 就你还敢跟我这么说 早知道你这个态度 我那股权书就拿来 真应该给你看看 让你知道你在给谁打工 哎你就别在这儿白乎了真的 我跟你说我现在看上了一套新冰箱 你赶紧出去多接点活 不然我紧张换呢 我多接几个活你才换个冰箱啊 那你这股份也没多少 我看那真正的股东家里都没有冰箱 人家不吃剩菜 还换冰箱 咋的铝蛋吃剩下菜都给你寄过去了 这个麦架一会就让你摸坏了 哎你是不是特别希望自己是这个麦架 一按一提就能长高 哎我都不好意思把他提到最高 我怕你够不着你按不下来 我够不着 我可以叫人帮我弄 我东有大王的权利 亚军你帮我够一下 好嘞 想把我绕进去门都没有哎 哎你还真有脸提你这个冠军的事啊 你冠军自己拿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咋拿的你没数吗 李袋裤子脏了 你给人拍裤子 李袋鞋带松了 你给人系鞋带 真有眼力价啊 眼里都是我们平时不蹲下都看不着的活啊 沾完活 一抬头 哎呦 李总领子乱了 不不我抱起来 我帮你整理整理 不是我那我再怎么八戒人 那也没有你会投其所好啊 李袋喜欢写作啊 你就喜欢写作 李袋喜欢喝酒 你就跑去喜欢喝酒 就看你这半年的表现啊 我严重欢迎李袋喜欢李月琴 李袋喜欢李雪琴 而雪琴喜欢的是吴亦凡 那你横啥呀 你有病 算了时间也不多了 这么多 王建国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好不好 接下来欣赏一下啊 王建国在土豪大会第五句 最后一句话 不 你就给我盯最后 最后一句 那咱们第六季再见 谢谢 三 二 一 锁票 那个李袋 我知道你们公司的节目里面 都有黑幕 但是我没有想到 会无耻到这种程度 就是两个脱口秀演员 大家争的是谁拍你马屁拍的好 没有尊严嘛 你在那块接受着这些膜拜 你心里面不觉得自己可耻吗 还有一点点舒适 因为他们说的并没有真的发生过 我刚刚才想要是真的这样的话 应该挺好的 无耻 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吐槽热力值 这个我跟王勉拜托 我争取不输输了争取不苦吧 我觉得势均力敌 结果很难猜测 恭喜王建国赢得了这场不重要的比赛 你给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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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勉黄勉 黄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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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定区域有两位朋友在等你 玩去吧去吧 我们需要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王建国 原因有二 一 一血前尺 二 打破了这个黑幕 是不是很了不起 掌声送给王建国 恭喜王建国 继续到下一位 下面的一组选手 杨丽 颜鹤翔 他们两个决定共同表演 对于他们表演的内容 杨丽的描述叫双人脱口秀 颜鹤翔的描述叫相声 掌声有请 双人脱口秀相声 加油 A Rudy 大家好 我是颜鹤翔 大家好 我是杨丽 今天就是也说了吗 我们两个人来给大家带来一段表演 但真的不是向上 因为众所周知 我也不会说相声 对 众所周知 现在也没人跟我说相声 我愿意啊 啊 是吗 是啊 就是恶心就忍着点 还能吐咋的 这还是有互相放狠话 你们兔头大会 你不能老说我 你得说他们 行 说别人 那两个rapper 对吧 买万 刚你看了 年轻 漂亮 而且唱歌非常好听 特别霸气 怎么唱来着 什么出门之前 务必照照镜子 擦擦我的鞋 出门之后 默念三遍 你是孙子我是爷 你要唱这 你出礼拜唱 我出礼拜唱 我出礼拜 我也敢唱 出门之后 默念三遍 我是孙子你是爷 你要这么唱 你冲我唱 出门之后 默念三遍 你是孙子我是爷 好清醒啊 还有纳乌克热呢 对 纳乌克热 对吧 中国新说唱第二季什么 亚军 对 说唱特别厉害 那嘴特别快 特别利索 比你强多了 比我强 那你没听过 说下的说灌口 那是因为 那你来一段 你来 黑 弹剑张飞 抱头还眼 面如润铁 黑中透亮 亮中透黑 海下一部黑钢人 扎里扎沙 犹如钢筋 是恰似铁钳 头上看 冰铁龟 二龙道宝 竹心飘洒 上前八宝 轮罗散开 花怪如康 真呸 所大叶如意连魂甲 内神造罗袍交 绝斯伦宝 再抓下马 范里烟军兽 扣持 张八 车宝 好一哥 张力求头咬牙切齿 随兄奋恨 大骂曹的精真 对 其有几家 张三营再次 二刀和步 和战 和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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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战不战不战 不战不战 二刀来 以夫之外 大洋调和战 后来有失战之余 还有啊 不战旧赵云 和对曹操管兵 姓江名飞自已得 万古流氓 妄撞人 好 好 我天哪 您这个嘴 用来说相声 可这可惜了 那我应该干嘛 应该闭上 去你 倒计时开始 强子好可爱 强子好可爱 你一笑是那个 像卡通人 三二一 作票 来看一下 在这一轮的表演之后 杨丽和颜鹤翔 分别的吐槽热力纸 真是棋锋对手的亮 这是棋锋对手的亮 可以可以 灌口算了15分啊 哎呀 这是很便宜历史上的 不是不是 这确实可能形式 可能像是 我就占点便宜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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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别好特别好 没有没有没有 嘿 麻烦呢你俩这是 你一会儿还得吵呢 对我们还得拜托 好好的拜托 完了完了 转换人物啊 来来来来 来 马上就三分钟的 拜托时间开始 Round 2 我先来我冒犯了啊 就 行了 行了都拜托了就别冒犯了 我刚才还没报仇呢 你是孙子我是爷 我冒犯了 颜鹤翔 很多人就说啊 颜老师离开过棋林以后 啥也不是 我觉得太过分了 然后现在咱俩搭档颜老师 你知道 在我这儿 你至少是个垃圾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颜鹤翔 小名叫壮壮 你听听 挺会取名啊 避开了肥肺和胖胖 叫壮壮 不过这个名字 真的适合您 真的像您这个年纪啊 是得赶紧找棵树 多去壮壮 你要这样我真不客气了啊 杨丽 你 什么呀 什么呀 天哪 我的天哪 这么玩啊 你疯了你 我跟你说啊 也就你们相声演员 还敢开这种玩笑 这样吧 我年龄也大 有本事 你再说说我的年龄啊 哎呀清醒一点啊老师 哪有什么不敢说的啊 你都29了 正是好岁数啊 你看看你那个外形 哎 多漂亮啊 哎呦 哎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刚才哪不是我说的编剧写的啊 写稿的 请学会尊重女性 好 好 好 别把我拍 好 我现在要这么一份 我的天哪 没有一个是我弄的 我早就不当编剧了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因为我是喜剧演员 我不知道你怎么说我 我之前就听说 德云社都不找女学员 说有一些伦理包袱没法用 我觉得你就重新写 新的不就好了吗 你不会写 这你听见了 他说我们单位现在 是 这个他言则自负 跟我没有关系 我永远爱德云社 德云社 就是说我说爱你 我李大姐 你还甭说这个 我跟你说 这节目估计 我今儿最后一期了 同志们 我也就无所谓了 杨丽 你一个淘汰又复活的选手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个 他们单位的节目太有意思 打第一期到现在 投一期21个选手 你看我们现在还剩几个 他们自个儿的人 把嘉宾全淘汰 然后我们全都 他们我们全淘汰 他们嘉宾全都复活了 你口调什么还不行啊 不是给我气的 把我们嘉宾投赛 他们全都复活了 你们 你上备战间看看好家伙 死去活来你们是 你们干啥 上个家走走 毕业毕业 囤兔罗你们挑三十条命的 什么你们干啥 你们这黑幕黑的也太透明了 我们单位那是黑幕 他们单位就又碎了大棚了 我跟你说 什么吧 我跟你说 李大 你们这些人要这么做 你们最后只能是 你们越做越大 严老师真是疯了 说什么 没有黑幕 很公平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严老师刚才这一段 精彩的淘汰感言 但是这黑幕的事 咱们脱口秀 向上是一家 你怎么能把黑幕的事 告诉别人呢 对吧还是得团结 对 以后啊就觉得 不管是相声还是脱口秀 我们都能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对吧 就像杨丽的一样 对你 太可爱了 我天我们的人也太可爱了 我妈我都出汗了 来各位 三 二 一 搜票 你们刚才的那个场景 就是两个小学生 在那块打架的那个水平 来看一下杨丽和盐和强 各自的热力吐槽纸 我觉得我跟杨丽 因为实在是有点像 小孩吵架 你知道吗 咱们玩我就好玩 就观众就好玩就行 我觉得很好玩 这也是我少有的那种 我在演的时候 我自己比观众开心 我觉得我还太好玩了 我还真差不多 没有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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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通过努力 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搭档 这位搭档现在又要离你而去了 来吧 杨丽 到戴定区 我们掌声送给二位 祝贺颜舟强 来 回到自己的队伍 好 厉害 来吧 你把这个联盟来吧 这三个脱口受演员 这三个废物我跟你说 我让你做蓝队 你做蓝队 下一组要上场的是 黄毅和大张伟 之前他们在排兵布阵的时候 黄毅说 要通过一己之力 把对方最强的拖住 马思纯之前也曾经说过 在排兵布阵的时候 要田际赛马 你们是不是就是 文化水平有限 你们用的战术 都是一个战术 赶紧快马加鞭吧 来 掌声送给两位 加油 正式开始之前 来 两位 互相口吐狂言 开始 我觉得解散在这儿 就已经赢了 好嘞 那我去等您的消息了 来 这位无赖打滑 两位 正式开始 二位 大家好 我是黄毅 姐呢 什么大风大浪 没有经历过 就是没经历过大张伟 她的嘴实在是太碎了 碎得能当饺子馅 今天每次看到她 都恨不得拿饺子皮 把她嘴给包上 但今天也没办法 因为要牺牲自己 才能保全我们的队员 我就得惠惠她 保护全了 惠惠我 我今天呢 就是要再跟在场的妹妹们 说说 那些男嘉宾 哪些不能找 毕竟我看男人 姐比你有眼光 首先 大张伟这样的男人 不能找 很多女生喜欢大张伟啊 都是误以为她很有才华 她有什么才华呀 她的歌 就是打着快板写的 洗刷刷洗刷刷 踏个另踏另听踏 天空飘来五个字 踏个另踏另听踏 阳光彩虹小白妈 踏个另踏另听踏 这到底是啥才华 踏个另踏另听踏 另听踏 哇 这很多不少说啊 厉害的 忽兰 忽兰这样的男人不能找 太争强好胜了 你跟他一起逛街问 我穿这样裙子好看吗 忽兰说 我穿更好看 我穿上了 我不敢 王勉 这样的男人 也不能找 为什么呢 个子太矮了 你要是跟他逛街 哦 经过幼儿园 人就走丢了 你真心 没有 没有 的字 严和祥 这样的男人 也不能找 人就怕伤 情伤 因为他的心里 住着一个人 还没有从那段 感情里走出来 就算哪天 我跟他走到了一起 他也会特别敷衍我 老公 我直播间口红没有抢到 嘿 我不开心 嗨 我想吃个冰淇淋 淇淋 淇淋在哪呢 这个不错 最后呢 我想说一说 想当初 我刚来选主咖的时候 还是第一名 现在呢 估计马上就要被淘汰了 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就跟我的人生一样 但是没关系 谁的人生没点坎坷 谁的人生没点草点呢 我这次来 就是想检验自己 到底能不能面对 自己的过去 勇敢地接受 你们每一个人的吐槽 今天 我站在这里 我想说 过去的都过去了 全部翻篇了 在姐心里一点都没留下 这个舞台 只配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 我要给 所有来吐槽大会的人说 你们都是勇士 我要给所有来的嘉宾说 包括我自己 尊敬 谢谢大家 我是黄毅 谢谢黄毅 来吧 请大老师和他的道具们上枪 大老师 始活了 开始了 那么现在 上音乐 我要开始吐槽 黄 黄毅 二 三 大家好 我是大张伟 刚才黄毅已经说过了 说什么找男人 大家看这是什么 完美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这是黄毅 这是男人 完美了 大家看 刚才黄毅也说他一生中碰见过很多男人 我感觉有五个 也许有十个 但是不管是五个还是十个 都飞走了 但是呢 黄毅说过他喜欢捕鹿啊 忧郁的男人 那么今天 我就给他介绍一对 最捕鹿的 懒懒的繁荡 黄黄的黄毅 白白的白眼 啊好般配呀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大张伟 不要 不要失望 还有更烂的 好吗 那么黄毅 你说你 喜欢 这种男人 那么看他的手里 拿着什么 肘子 对不对 喜欢也没有用 你的男人 还是飞肘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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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很重要 好吧 但是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 在我心目中 永远不会找 他就是 王建国 因为他是 蝎一羹之王 啊 王建国 王建国 是新一羹之王啊 建国 请你收下这双鞋 好吗 好 然后因为你收下这双鞋之后 我就要说几个新一羹 让你鉴赏一下 好不好 来 来 哎呀 我对了 那么建国 听好了 我要开始说新一羹了 首先我要说 杨蒙恩 杨蒙恩这个名字 就注定了 他只能是 十几千的艺人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Mr.A Curdy B 霍文 C 徐希蒂 黄毅 他是杨蒙恩 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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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伴 青春有你 九人出道 他第十名 没有通过 前九名的他 却通过了 十名认证 还有 还有更烂的 张晓刚老师 别人不敢说的话 他都敢说 他就是演艺界的扁桃体 因为他是用来发言的 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张晓刚老师 这个胸肌啊 跟运动员一样 练得特别大 这个是胸大 这是胸二 然后呢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呢 那是因为他上节目呢 不得不穿上戏服勒住 其实 此刻的少刚 非常想念他的胸肌 胸肌啊 想你啦 你在哪嘎嘎 还好吗 幸福啊 怎么样 啊 卡喷达 新高温国师帮助网 那么这一季呢 跟你们说点 当然都是笑话 但是我要说点真情实感了 因为每个人都要上架子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一季 吐槽 我已经录了第七次了 你们知道吗 我对其中一个人 产生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情感 他就是 以利敬 莉莉 看这里 莉莉 莉莉姐 莉莉 阿莉莉 阿莉莉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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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每当想到你的名字 我的声音 仿佛就有了回声 以 利 敬 你 好 美啊 我知道 莉莉姐的工作很辛苦 所以想送一句诗 莉莉姐辛苦 谢谢各位 感谢大老师的精彩表演 我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这过年看并不容易 赶紧去 来 表演之后 分别给黄毅和大张伟来投票 倒计时开始 看得真是胆战心惊了 胆战心惊 这一场真是让人开了眼了 有限制 有音乐剧 还有不知道是什么的特邀来宾 真是太棒了 来吧 看一下第一轮之后 他们两个人的吐槽热力指 说不定黄毅和大张伟的吐槽热力指 我觉得是一个 来两位 抓紧最后的三分钟 看能不能 一节反败为胜 第二个人的吐槽热力指 一节 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节演过小燕子 那么今天我来给各位变一个小燕子的魔术 好吗 谢谢各位 那么大家看好了 三二一 她把小燕子演糊了 好吗 谢谢 小燕子 останов gén ин cruel 有多少兜啊 哥 你如果再这么痛的话 就不要逼我扒出我的武器 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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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放火糖啊 希望你能开心 好吗 谢谢啊 你们想要这个想要放火糖吗 我再来一个啊 我们音乐再来一遍 3 2 1 走 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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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大张伟 姐告诉你啊 生活呢 是可以甜甜蜜蜜的 但你不能这么上蹿下跳的 你都快40了 猴活到40都老实了 还有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啥也不是 这什么副玩意儿 弄那么多道具 干什么 哎 哎 哎 你是不是还要找我 哎 哎 哎 你是不是还要找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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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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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就把我管紧巴比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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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不是黄毅姐啊 这个人生辽阔啊 不要只活在爱恨里头 一定要记住了 你就是最像的 最棒的 最亮的 最大光的 阳光彩虹小燕萨 感谢大张伟带来的精彩演出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看得开心吗 幼稚的时光 总是短暂 我们这次吐槽battle 就到这里啦 因为我们的小张伟小朋友 就要回去睡觉觉啦 大家好 我是黄毅 明年我们开年再见 拜拜 Well done 三方清晓 好了 我们的朋友好 谢谢各位 掌声给各位 我很少听完一段脱口秀之后 觉得 不想说什么 我们把不想说的这个情绪 都化作我们手里面的投票 先投票 倒计时 开始 各位 二 一 锁票 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了 刚才这个 很厉害 到了要揭晓票数的时候 没有悬念 你分我点呗 我没准 分我点呗 我这就这么白痴的都有 请看 咱俩换个位子呗 你送我呢 哎哎哎哎哎 文大张伟怎么比 哪方面可以有的比 我觉得我站在那里就赢了 我非常不喜欢竞赛 然后所以说 就这种针锋相对 我真的不知道跟别人该怎么 那个本别人 哇黄毅还长得 显摆 我们首先当然要恭喜大张伟 但是黄毅我跟你说 黄毅 你看着我 你真的不要气馁 因为这是你制定的战术 一匹上等马 对 哎呀战胜了一匹 那个啥 对 什么 什么 你说清楚 对 不是 慢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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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一下 第二大纲委现在的这场胜利 你赢的一败涂地 感谢这位大娘 谢谢 谢谢 哎呀 谢谢我们这个徐娘 徐娘对我的这个教导 谢谢 来大老师 回到你的队伍 谢谢 黄毅带定期 谢谢 再次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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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多了一个 又多了一个 我聊了 你尽力了 看着了 既然有戴定 肯定就有复活 对吧 现在已经有五位嘉宾 进入了戴定区 静静地等待我的安排 规则就是这样 吐槽热力值更高 就是全队更高的那个队伍呢 可以复活一位 他们队伍的带定的队员 好吧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有表演结束之后 两队的吐槽热力值得票情况 好的 请看 我们竟然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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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八票 差八票 你能淘汰了这么多还赢啊 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这样呢 怎么可能这样 我的天呐 我们赢了 我们队都在这 不是 你听我说 其实每一轮在对决的过程当中 分数的个体分数差都没有很大 现在火上教育队 可以复活一名待定的队员 是这样 他们有这个权利 但是复活谁 还要听你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 接下来咱们一次cue他们起立 然后观众朋友们为这四个人投票 然后我们看谁票数高就复活谁 好 第一位 请杨蒙恩起立 支持杨蒙恩的请投票 希望伊丽静老师 黄毅 杨丽 在下一轮还能够活跃在舞台上的朋友 请给他们投票 自己在那儿摇高 开始 杨丽是摇头不想回来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四位接受投票的待定的队员 他们的票数结果 我觉得是拼尽全力 肯定不希望说是分数最低的那一个 我觉得于情于礼必须是易老师复活 就是 吐槽大会可以没有任何一个突团演员 但是不可以没有伊丽静老师 我觉得来这个吐槽大会的使命 好像已经完成了 我挺想复活就是杨丽的 我觉得她走了 我们还有谁为我们女性发声 没有那么期待复活 就比赛也太难受了 恭喜 恭喜 恭喜易丽静老师获得110分票 总共复活 请您回到队员的身边 很遗憾 火上郊游队的蒙恩 黄毅 杨丽 永远队的王勉 只能止步第三赛段 最后有什么想吐槽的 来 这个比赛也太残酷了 我想回内蒙放羊 我给你弄点草 一姐 到你了 希望大家可以把火上郊游 这把火继续烧到底 拜托你们了 好 谢谢一姐 来 杨丽 淘汰了 真的 不要再复活我了 太难受了 谢谢 来 王敏 接活儿去喽 到我这儿 我要有空的话回给你出演 好了 对 大嘎笑他也要去 感谢今天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吐槽大会没看过微信 搜一搜效果 更多吐槽幕后 别走开 后面有彩蛋 拜拜 谢谢大家 第五集吐槽我们依然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但我们努力了 真的努力了 麻烦咱改词 把词记一下 就改一下 因为如果再按照以往的老形式做真的会不行的 这种疲惫 可能有的观众不喜欢这一季 会看到你觉得 什么玩意 真不如原来 但如果原来那个真不饿了 你就会知道有多么的疲惫了 你必须得长点新的东西 我们算半成功半不成功 因为吐槽大会就是一个大众文化产品 我们改变整个节目的模式 它才能有新的生命吧 我觉得改版就是 老节目总要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新鲜感 很有趣 有一些改版改得很好 有的时候还有不太顺畅 磕磕磕磕的地方很正常 我在做这个节目已经第五季了 我对这个节目有感情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艺人朋友 大家在这个舞台上来知书胸义 所以各位朋友们 第六季欢迎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